咩咩咩咩咩 嗨我是小狗 影片要开始啰 在六年年代的香港的一个礼法店里 住着一家六口 最小的妹妹叫燕子妹 燕子妹中学毕业后 与电影公司签约成了演员 并以超大的胸部作为个人特色 演出了多部经典情色电影 奠定了当时的第一艳星地位 而这辉煌的成就 也启发了远在台南 一位昵称超猛的小贩 他把自家的珍珠奶茶取名为波霸奶茶 这个有趣的名字 也慢慢开始被台湾人接受 而波霸奶茶这个好喝的饮料 后来也被台湾华侨带入了北美 直接翻译成波霸体 这就是波霸奶茶的由来 我是小狗 我们下次见 珍珠奶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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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帮我点摸 珍珠鲜奶茶 一分糖 却先来 无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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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的 温的 温的 他刚刚说你要喝一下要摇一摇 你有摇吗 好好好可以喝了 哈哈哈 下次见 下次见 下礼拜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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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